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ES6当中如何去实现类的继承 其实在ES6里面实现类会简单很多 大家看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第13个例子 然后把13拼入进来 在ES6当中其实提供了一个关键字 叫做KLUS 这个KLUS其实很多编程的语言里面 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关键字 对吧 它的作用就是用于声明一个类的 当然我们听名类的时候 建议大家手字母还是要大写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括号 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关键字叫做Constructor 这个Constructor就表示它的构造函数 前面我们说过在ES5当中 属性定义在构造函数里面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有Name属性 有H属性 然后呢 this.name等于name this.h等于h 这是属性 那方法呢 ES5里面是不是定义在圆形下面 大家看这个里面呢 其实直接定义在Constructor里面就可以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做show name 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在对象里面方法的减写形式 还记得吗 大家看这边呢 对象方法的减写形式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小括号 然后呢是一个大括号 比如说就输出this.name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好一个类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定义一个pe等于new people 然后呢传递相当参数 比如说谢成34岁 这时候我们输出这样一个pe啊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Name是谢成 H34岁 然后大家再看 我展开Prototype 下面是不是也有show name 其实你发现用ES6定义的方式 和刚上面我们讲过的ES5定义类的方式 其实最后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呢 其实Kclass这个关键字 它无非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ES6定义类的方式的一个语法糖 什么语法糖 糖就是sugar嘛 它说糖是甜的对不对 甜的话就很开心嘛 所以呢语法糖意思就是说 提供这种方式能更好的 或者更快捷的 让我们更开心的 去写我们的代码 所以其实 它真正从ES6转化成ES5以后 能够发现 跟我们上里科讲的代码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Kclass呢 只是一个语法糖 这个呢 是如何在ES6里面去定义类 那如何在ES6里面实现继承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当前有个coder 比如说小代码的人 然后呢 继承在ES6里面 还有个人字 叫做extense 这单词的本意就是继承的意思 比如说它继承了people这样一个负类 那这样的话 coder是相当于是一个子类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如何去继承负类的属性呢 其实还是一样 使用到construction 比如说name和age传进去 然后呢 对于coder来说 比如说我还有自己个性的属性 我还有个公司company 那我如何去继承负类的属性呢 大家注意 其实这个里面啊 又会有一个关键字 叫做super 我们通过super这个关键字 去继承当前负类的一个属性 大家注意 super 然后负类的属性里面 是不是具有name和age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name属性和age属性 传递到super里面 那这以我的扣单来说 它还有自己个性化的company 这样一个属性对吧 所以说还是一样啊 我们通过this属性呢 去定义一个形成属性 那coder从会继承负类的属性 和方法以外 它可能还有一些 自己个性的方法 比如说我呀 还能售一下我的company 让别人看一看 我在哪个公司工作就不对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下 this.company 我们试一下哦 在这边我们定义一个 ce等于newcoder 然后呢 我们传递进行参数 第一个name 比如说张三 然后呢age 公司 比如说在 欧客工作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样一个ce 我们看一看 代码第2次 还是ce 是不是有name属性 age属性和company 这样的属性 对吧 然后呢 我再通过ce.showname 注意 showname是不是定义在 负类里面的方法 对吧 我们看看能输出什么呢 能输出最的名字吧 张三 那我是不还可以 交用自己子类里面的方法呢 比如说我再售一下 我的company 大概代码第26号 是不是也能够顺利地输出 imoke这句话呀 OK 所以呢 其实这个 就是在es6里面 如何去定义类 以及如何去实现继承 这些呢 都是一些 conflux的一些基本特性 其实跟es5里面的方式 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学习 在es6里面 其实还提供过一些 新的方式 大家仔细看哦 之前啊 我们的实例属性 是不是都是定义在 constructor 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 而且呢 属性是定义在 this点上面的 其实呢 在es6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属性 定义在 位的最顶层 什么叫最顶层呢 大家看看 people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大括号 对吧 其实大括号 如果你直接写大括号 里面代码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在 最顶层 大家看看我们之前的 实例属性 是不是在 constructor这个大括号 里面的 所以说这块代码 并不属于 当前类的最顶层啊 那我们如何在 最顶层定义 对应的属性呢 比如说呢 往在这个地方 定义一个属性 大家看看 在conflux内部 定义最顶层属性的时候 是通过get和set 这样的关键字 去定义属性的 比如说我们定义get 比如说people 从个名字 0 我们再定义一个 性别 大家注意 这边对应的 其实是一个什么 是属性吗 感觉像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这种写法 不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在对象里面 方法的简洁表示法吗 对吧 那既然是个方法 比如说性别 我想给它负一个值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return的方式 去给它复值 比如说return一个 mail 表示男性 那这样的话 我想去输出当前这个人 他的性别是什么 怎么办呢 大家看 我们在代码第13和14行 是不是有一个pe 这样一个people的实话对象 比如说 我这边输出pe点 看一下他的性别是什么 大家注意 虽然我们这边的sex 对应的是一个方法 但是当我们去调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它当作 一个属性去调用的 如果方法的话 后面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括号 但是这边呢 我们并不需要写括号 大家看代码第15行 代码第15行 是不是输出当前这样一个male 说明我们能够获取到 这样的属性的值 那我们这样的顶层的 这样的属性 和我们购道法术里面的属性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我在取这个值之前 我想给它负一个值 比如说pe.size 等号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给它负值 比如说我负值一个female 比如说女性 这时候大家看 我既然给它负值了 那么当我取值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取的是 负值完成以后这个新的值 保存 大家仔细看代码第16行输出 这边报错嘛 大家报什么错 cannot set property 是不是我不能设置属性 哪个属性 size属性 是不是people里面这个size属性 然后呢 它only have我getter 说明它是不是只有一个 获取的方法 大注意 代码第15行 如果我给这个属性 等于某一个值 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再给这个属性去负值 而代码第16行 是不是相当于在取值 所以说 如果我只给这个属性 前面写一个get 这个方法的话 那就说明 当前这个属性是 只读的 它呢只能去读 但是不能去写 也就是不能去负值 但是如果我就想给它负值 怎么办 其实跟skate对应的 还有一个叫做set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set 这样一个sex 那既然要设置值 那我是不是应该给它指定 到底要把哪个值 设置给sex 大注意 比如说 我这边有个参数 叫做val 这个val 当我设置值的时候 其实对应的就是 你传递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呢 会传递到这个地方 作为参数 但是大家再看 那我怎么能给这个sex 去负值 你看这样行不行 比如说我通过 this.sex 等于当前这样一个值 大家想一想 这个代码会不会有 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保存 大家仔细看这边 是不是报错啊 这个错误呢 相当于是 已经超成过当前 这样一个最大交流站 相当于是一个死循环 大家觉得为什么 当我写完这段代码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呢 大家仔细思考 我们一起看 当我给它设置值的时候 那既然我给它 有属性设置值 我们说只要设置值 那么它是不是 就会触发size方法呀 所以说 一旦触发size方法的话 那我是不是又给它 设置这个值 不断的设置 不断的循环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死循环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设置值 还不想让它形成死循环 那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呀 其实相当于是 当我们设置值的时候 不能直接给这个size 注意它叫做属性啊 我们这边不能直接 给这个size的属性设置值 我们应该引入 另外一个新的属性 怎么办呢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在我的contractor里面 我设置一个属性 叫做this.下滑线size 然后呢 我给它设置个初始值 比如说啊 初始值是个-1 然后呢 当我设置值的时候 大家看 当我size的时候 那么我就去给 当前这个下滑线size 去给它设置值 这时候 给下滑线size 设置值的时候 那么我这个size 它是不是就不会被 形成一个这样的死循环啊 当然当获取的时候呢 我可以return 当前这样一个 下滑线size 这样一个值 我们看一看啊 大家看 我的代码第19行 是不是给size 设置一个值 叫做female 然后呢 第20行 我们输出p1.size 大家注意 在第20行 是不是输出了 当前这样一个female 大家要注意啊 我当前去点的 是不是都是size size是谁 是不是当前 它相当于是一个属性 而下滑线size 相当于是不是 另外一个属性 我们之所以引入 下滑线size 这样一个属性的话 是因为 当我们给size 复值的时候 那么它是不是 不断地在复值 不断地在用size 现在这里面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啊 所以说 我们引入了一个 另外一个值 但是呢 我们之前想取的 是不是还是size 这样一个属性 一定要区分好 虽然我这边有get 有set 后面是一个方法的形式 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 对应的属性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相信这个时候啊 同学一定会有个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 说那这个get和set 跟我直接写在这里面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感觉好像差不多 而且代码还多想了那么多 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只是像 类似name等于name 类似h等于age 这样的话 当我取值也好 或者设置值也好 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值取上来 或者呢 直接给它设置上去 大家想一想 当我取值和设置值的时候 如果我还有一些 业务国际的操作 你觉得这种方式 能够实现我的需求吗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 当我给这个size 设置值的时候 我设置的不是female 或者是male 我呢 给它设置的是1 或者是0 比如说 我们用1表示male 用0表示female 当你设置1的时候 那么 你就给我返回male 当你设置0的时候 就返回female 大家想一下 我这个需求 虽然很简单 但是 是不是涉及到一些 业务国际的操作 对吧 所以大家想一想 对于这个需求 比如说 我只想在设置的时候 当前对应的这个值 要么是1 要么是0 比如说 1表示male 0表示female 这个需求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设置值的时候 比如说 你只能传1和0 那么 我在这边 是不是就要进行一些 业务国际的判断 我们判断 当前这个外流的值 如果是0 或者是 当前这个值呢 如果是1的时候 因为我只想要0和1 这个时候 我才去给它复值 否则呢 如果你传的不是0 也不是1 那怎么办 我这边就不给你复值 那大家想一想 当我去取值的时候 当我取值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能要判断 判断什么 我是不是在这边 已经给this.sex 去复值了 那么 我是不是可以判断 如果当前复这个值啊 假设它是1 那么 我就return 对应的mail elsef 如果呢 当前 对应这个值 假设 它是一个0 那么 我这边就return一个female 再否则 如果你传的既不是1 也不是0 那么 我直接给return一个arrow 当然 这个时候 这行代码 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呀 大家仔细看 虽然当前这个夜文逻辑 很简单 但是 当我们在设置这个属性 或者在获取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对这个属性的设置和获取 进行一些相应的拦截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写一些 夜文国际的操作 这个呢 是直接写在contractor里面 属性所达不到的 这样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 比方说 在代码第27行 在这一行 我们是不是通过 p1.sx 复制一个1 当我们定义这个复制的时候 那么 它是不是会执行 当前set这个方法呀 这时候 它判断 创下这个参数 是等于1的 那么 是不是会给 z.下滑线sex进行复制 那当代码第28行 我输出p1.sx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在获取 当前sex的属性 当我获取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会跟get 这时候它判断 z.下滑线sex 是不是等于1 那么 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mail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代码第28行 是不是返回一个mail呢 大家看 是不是返回mail 再比如说 如果我传了一个0 那这时候设置值是0 那么 设置这个0以后 下面sex等于0 它判断 0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 female 所以这边也返回female 但是我 调用的时候 传错 随便传个值 再传个5 大家看28行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 arrow 所以当前这个例子 虽然并不复杂 但是我应该给大家 讲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用get和set 也就是说 当我在获取属性 或者是在设置属性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些 业务国际操作 而不是直接去获取 或者直接设置的 那么我就应该把 当前这样的属性 设置成当前这样一个 顶层的属性 因为这种方式呢 可以对属性的存 或者是取 或者我们叫读和写 进行相应的 完结的操作 我相信你也已经掌握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比如说当前我们想这样 大家再看 我们刚才是不是像一个coder 它继承了当前我们的people 对吧 然后呢 ce是不是coder的实话对象 比如说 我当前给ce的size去复值 比如说复个1 然后呢 我想输出ce.size 所对应的值 我们看看能不能顺利能输出 代码这45行 是不是输出一个mail 所以说当前呢 我在类的顶层 定义的这样的属性 是不是也能够被此类 所继承过去 然后呢 我们再讲解一个知识点 在上一节课 我们是不是讲了 在ES5当中 如何去定义 静态的属性 和静态的方法 什么静态属性 静态方法 它是不是跟实力化对象 没有关系 是不是直接定义在 类里面 对吧 那我们看看 当前如何定义 静态属性 或者是静态方法呢 我们呢 首先给大家讲解 如何定义 静态方法 我们看 在ES6里面 其实有一个新的关键字 叫做static 这个单词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 对不对 它是不是叫做静态 所以说ES6里面 是通过这样一个关键字 去定义一个 静态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get 假设还叫getCount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方法 我直接就return一个5 就简单一些 然后呢 那我想调用当前 这个getCount的方法 那么 比如说我在代码 第32行 输出 既然是静态方法 那么我能输出 p1.getCount 可以吗 我们先试一下 大家看左边 是不是报错 说p1.getCount it's not function 并不是一个方法 因为当前这个静态方法 我是不是应该 直接在类下面 去直接调用 我们看第32行 对应的值是不是5 所以说 这样的话 可以经营一个静态方法 那我们再看一下 coder既然继承了people 那么我coder 能不能调用 getCount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看 这句话 输出一下 然后呢 在coder这边 就调用当前coder.getCount 保存 大家看代码第50行 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调用 刚才这个方法 所以说 其他这个定义的方法 是不是也能够被子类所继承 但是它不能在实力去调用 这个呢 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是静态方法 那么在ES6里面 如何去定义属性呢 大家注意 其实ES6里面 明确规定 卡拉茨内部 只能够定义静态的方法 并没有静态的属性 虽然现在有一个提案 提案的内容是 想希望通过static 这样的关键字 去定义静态属性 但是我们试一试 现在值不支持啊 比如说我们通过 static关键字 定义一个 就是假设 就叫count吧 然后呢 比如说数值0 我们看一看 这个静态属性 能够支持啊 保存 大家看左边 有没有发现 这边又保存了 其实目前啊 当前这种写法 暂时还不支持啊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想在ES6里面 还想实现一个静态属性 应该怎么办 大家看啊 我们呢 可以像ES5一样 比如说 大家看这 ES5的话 是不是直接去 为名去点count 就可以设置值啊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个值 比如说对你9 然后呢 我输出 当前 大people.count 是对应的值 大家看 代码第30行 在上面啊 是不是也能够 顺利数值9 这种方式 其实跟我们ES5的 定义方式 是一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ES6 也可以这么对应呢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当前我输出 typeoff 我们想看一下 当前对应这个people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看一下 第30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 输出的是一个 function 说明当前这个people 它对应的 是不是其实 还是一个方法 所以呢 其实ES6里面的 convers 它只是ES5 这种基于原型的 这种方式的 一种语法糖 它的底层呢 其实还是跟ES5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 跟ES5同样的方式 类名 点儿 属性的方式 去定义呢 静态的属性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static关键字 在我们的convers里面 去定义 静态的方法 这个呢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 还记得我们前面 用过一个叫做 bible的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bible里面 我们把convers粘进去 看看它执行的效果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试一试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 整个的 我就都复制过去吧 粘到左边啊 大家看 右边其实就生成代码 哦 这边可能比较多 是不是 这样啊 我们呢 先简单一些 比如说 我们只把当前 这样一个people 大家看 我把这个people呢 粘过去 要不然太多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 比如说 我把people粘过去 然后改造一下 比如说 我先去掉这个sex 大家看这边 有没有发现 其实转化成代码 跟我们es5 是一模一样的 function people 然后呢 这边是属性 对吧 它定义一个下方线proto 等于当前people的一个原型 然后呢 原型下面 是不是定义showname 当前这样一个方法 对吧 所以说 大家发现 对于我们的es6 里面的成大词 它其实就是es5的一个语法棠 在es5里面 我们是不是通过function 去模拟一个类 这个呢 是我们一定要去清楚的 这节课呢 我们讲讲在es6当中 如何定义类 以及如何实现继承 其实这节课啊 我们新寻了好多个关键字 比如说class 我们可以定义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extense 去实现类之间的继承 然后对于类里面的构造函数 我们使用constructor 还有呢 如果想在类里面 定义静态的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static 关键字 然后呢 进程的时候 如果此类进程分类的属性 那么在ratter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要写一个super 另外呢 我们是不是还讲讲了 在es6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get和set的方式 对属性进行相当拦截 然后呢 在拦截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一些 相应的业用国际操作 而且呢 我们能够发现在es6里面 实现类也好 或者继承也好 其实呢 整个代码更加的简洁 可逐性也更强 所以说呢 以后推荐大家 在定义类的时候 都使用conclass这样的关键字 去定义 我相信你一定学会了 借节课所有的支持点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